你撒了我 你 嗨 大家好 今天视频的主题呢 也是好多人的主题 也就是 我平常上学 包里都有些什么 然后因为我只有星期二三四 会上学 然后每天都是不一样的课 所以就是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除了书本以外的东西 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每门课我都需要带什么 设计专业的 所以 可能好多小伙伴都会比较 感兴趣就是 我们会用一些什么东西 然后所以呢 我会把 就是学习用品 还有书本之类的东西 讲得详细一点 所以这个视频主题是比较 针对学校一点 就是上学的书包 所以如果你是想看 就是平时出去玩包里 会背一些什么化妆品 什么什么 那种 这个视频不是这样的 所以如果 如果你想看那种 你就可以点叉叉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我给你们看一下 我会背的包 这个 然后这个包呢 是学校发的 虽然你可能会说 为什么学校发了 你叫背 但是 这是我唯一可以装下的一个包 我们学校大部分人 也都是背这个包 因为它比较的 第一它这个皮很厚很厚 是这种帆布的 然后呢 再一个它的空间很大很大 所以 像我们这个专业的 只有这种包可以放下 然后这上面有一个我们学校的logo 背的 看里面是只有什么东西 这里面呢 只有一个大的空间和一个这么小的袋子 就像这脚衣大锅粥一样 所以还是有点不好的东西 首先有一个眼镜盒 这边是眼镜 然后在这里说一下 好多人问我的眼镜是什么牌子 我在这里说一下是暴龙的 然后是 是在国内的眼镜店买的 然后是我的钥匙 上面有 上面有我公寓的这个开车库的钥匙 还有 三把小钥匙 还有钥匙 然后我跟你们说 我觉得这个 这个球很重要 对我找钥匙有很大的帮助 就是每一次我 一猫到这个球 一拉就出来了 再这是我的学生证 然后这个呢 但是我们每天都必须得挂在身上 因为我们学校是一栋楼 然后上电梯的话 保安必须得看这个 才会让你上去 所以 然后再就有瓶空前水 必备 然后我的钱包 这个就是在Steve Mann里买的 嗯 里面也没什么好看的 就是一些卡啦 什么的 嗯 身份证啊 还有钱啊 什么的 嗯 然后 有一个小小的本 这里面就用来寄一些什么 作业啊 或者是备忘录啊 什么的 然后这个放了几个这种 叫什么东西啊 这个中文叫什么 哦便利贴 对便利贴 接下来 然后这个小兜里呢 然后里面有一些硬币 然后还有唇膏 然后再给你们展示一下我有文具带 你们不要吓到啊 这就是万文具带 嗯 然后给你们看这边还有一个放大镜 这特别帅 就是 嗯 它是用来 嗯 我有一节课叫布料科学 这个就是用来就是看那个布料的纹理的 也是每次要打的 因为考试也要用 就感觉像就像数学课的计算器一样重要 还有一些什么啊 更多便利贴 还有 胶带 橡皮 嗯 啊 就是 线笔 笔长纯的 所以 就是我觉得以前在国内上学的时候 老喜欢买些什么文具带啊 然后什么笔啊 笔啊 笨扎什么的 特别迷恋那些东西 但是我感觉到美国来之后 就再也不管了 就是一个烂笔头 用完为止就是这种感觉 还有一把很长的尺子 这是我打板课很 很需要的一个东西 还有就是一些布料 因为最近已经快期末了嘛 所以 就是我们的期末 我缝纫课的期末作业就是 要缝一个小女孩的裙子 所以就是 我 选的布料 嗯 然后 平时每天包里都会带的 应该就是这些东西 然后再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工具箱 看 嗯 然后这个真的很沉 然后呢 里面有 然后里面东西我有一个衣衣给你看 这里面就是一些我缝纫的东西啊 还有什么 这个上面有一层 上面这一层可以打开 然后 里面就是有一袋扣子 然后还有 这中文我不知道叫什么 应该如果会用缝纫机应该知道就叫什么 就这个是 这个英文叫Bobbin 然后 然后这个就是放在那个缝纫机的下面 然后 说不清楚 然后呢 还有一个取钉器 还有一个我自己做的针茶 可是不好用 一个一块粉笔 还有针 手缝的针 钉书钉 还有一个拆 拆线的一个小工具 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 就每一次缝错 它就是你的好帮手 然后呢 这里面 这上面一层我们放了一些小的工具 就比如说这个是 这个装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因为我以前在国内都没有见过这些东西 这 这是我第一次见这东西 这个是一个 Nutcher 就是 它有点像一个 就是这前面你把纸 你用打板刻 是要用这个 就你把纸放进去 然后用这个一压 它就出来一个像U型的一个 就有点像打孔机 但是是专门打那个 那种长条条U型的那种形状的 可以 然后每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我解释不清楚啊 就是每次打板 打板就是 有的地方你要 你需要剪一个小缝 然后一个布有缝 你这样弯的时候 它才能打开 对啊 后排make sense 还有一个这个 这叫什么 这个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screwdriver 就是 换那个针角的时候 也需要有这支红笔 还有一个剪布的剪刀 然后这个是不能用来 剪很厚的纸的 不然就会把它弄盾 然后剪布就不好剪了 这个 这个我不知道叫什么 这个就是 这就是用来钻一个洞的 这个是就是比如说 那种吊带 spaghetti strap 然后你需要把它就是缝完之后把它翻过来 就从这里那样 把这个伸进那个布里面 然后那样扣 就扣出来 还有这个 这个我是已经放在盒子 因为我感觉它太危险了 你看 你看 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叫tracing wheel 我就是 用来 你比如说把纸折叠起来 然后你用这个把它一滚 然后它打开了之后呢 下面那几层纸 就都会有那种小虚线的点点 这样你就知道在什么位置 然后这是第二层 再来看下面一层 下面一层 下面一层有这么多大头针线 这就是上面用的内卷线 一把剪纸的剪刀 定数钉 定数机 一些弧形的尺 两嘴角 一个是双面一个是弹 针叉 这个下面一根啪啪圈一样 就小时候玩的那种 特别好 我小时候可喜欢这样 可以这样 好 然后我工具箱就是这些 口奖干了 酷水 我们继续来讲我的书 又 然后先给你讲我周二 周二是打板课 然后是六个小时 中午它会给45分钟吃饭的时间 所以几乎就是 因为我们这个课 虽然我只有周二周三周四去 但是呢 几乎都是一整天 所以还是很辛苦的 而且我们作业特别特别特别多 然后打板课呢 我就会 一般我会带我的工具箱 书我会带我的 书我会带我的 然后有我的 我的 我的打板书呢 哦 哎好傻 这就是我打板书 然后 我们发的书呢 大部分很厚的都是这种 这样的 所以就是 比较方便翻 然后里面就 就是一只写 也没什么好说 那我教你怎么打板 哈哈 好废的一句话 周三是 fabric science 就是 布料科学 科学的课本 但是呢 因为 然后因为我还有一本就是这个 fabric swatch 这个的书 这本书里面的那个 要上的章节 这个是可以拿下来的 就可以打开 然后我就把它移到这里 因为这个后面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就是这些布都是我们第一周的作业都是要自己贴上去的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是每天都要带 然后就是每次课都要带 所以我就把课本里面的章节呢 就放在这里 就放就放在这个壳里面 所以每次我只能带这一个就可以了 带一个文件夹 这就是一个很普通的L型的文件夹 然后里面都是夏老师发的讲义啊 什么的 然后他自己打印下来的 还有作业啊之类 那种吃完饭 下午要上的课就是 sketching 就是 画画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 因为我这个是第一学期嘛 然后上课是 fundamental of sketching 也就是 就是跟你们想的那种 服装设计的画的那种画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是第二节课才开始上的东西 第一节课呢 我们学的都是那种平面 不是3D的那种画 而且也不用画人的那种 我给你们看一个例子 你就会知道 然后我们要画的就是这样的 这是我的一个画画的 就是纸的那个本子 然后就是这种很平面 然后一个正面一个背面 然后画的线都是很直直的很规矩的那种 因为这种画呢 是用来给 设计师必须要画这种 才能给到工厂的打板上的 是让他们照着这个来打板 因为在就是这个 这个industry里面 就是你必须得 比如说 比如说牛仔裤的边 你必须得画两条虚线 这样子才是对的 如果因为如果你画错了 打板师就会按照你画的来 按照你画的来做 然后就可能会做错 所以你必须得画的是对的 还有一个文件夹 这里面也是一些 我们每周需要打印一些 在网上找杂志的图 或者说网上的图 什么的 然后 因为还有老师发了奖 画画笔记本 就是这里面呢 就是它上面是 上面是白的 上面是空白的 下面有格子 然后周三就是这些 然后周四我是一节缝纫课 也是三个小时 然后 我缝纫课的书 也是很厚 而且我刚给你们展示的那些书 只是我整个书的三分之一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书 都是发的 然后 但是 都很多都不需要带的 所以 对 然后这个是缝纫的书 缝纫 就是整个学期学下来的一些 学的 就是缝的方法 都要收集在这里面 然后周末要交上 不是 什么周末要交 期末要交上去的 对 这因为我还没贴上去 我不能立刻给你们看 大概就这样子 还有给你们看一个东西 就是我的布 这个布料叫Muslim 中文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很抱歉 很多中文我都不知道叫什么 然后 它是那种最便宜 缝 然后也最好剪的布 然后 我们一些练习啊 什么都是会用这种布 然后一些期末 老师会允许你用其他的布 然后那个你就要单独自己买 然后这个都是学校发的 然后这个我有两卷 但这要不用每天带 就是老师 老师会告诉你要剪哪些 或者说要带多少yard 你就每次剪好 然后折叠起来放包里就可以了 然后我的包里大概就是这些东西 然后 然后我有一点点话想对大家说 就是我觉得 因为我是从小就想学服装设计嘛 我觉得可能好多女孩子都很想学服装设计 我初中的时候 我当时有一个外角叫我们每个人站起来说长大想干什么 然后我感觉好像三分之一的女孩子都说了她长大想做服装设计师 可是 但是可能到现在来看 只有我一个人是真的学到这个专业 然后经过我两个多月以来的学习吧 我就觉得服装设计好像并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光鲜的一个东西 因为时装设计不仅仅是梯台红毯 它还有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有工业方面 范围很广很广 它也是一个很平常的东西 而且确实是一个学起来很辛苦的专业 你看每天我到北正这么多东西 而且我们好多作业都是要缝啊 然后要剪布啊什么 你要画啊 然后都要花很多很多时间就是课后自己做下来 就是说我发就是我觉得可能可能比起那种比如说你们学编程啊什么 那肯定是不如你们男但是我觉得这个花的更多的是体力 所以然后我经常然后这段时间就是因为经常久坐嘛 一坐就是比如说一坐一整天八个小时 所以就是我发现我的腰都不是很好 就是走路腿都抬不起来 所以我就觉得因为可能在表面看来是好多女孩子想学的就是那种梦想的专业 就是好多人说羡慕我学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确实是很开心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是它也是很辛苦很艰难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不是真正的喜欢这个东西 你就不要去做 因为我觉得很浪费时间 也确实就是我们学校好多不光是不光是留学生 美国人都有就是好多是因为我们学校的民生 还有整个专业就是觉得它很酷才来我们学校学习的 就好多不是真正喜欢服装设计而学习服装设计 就觉得大家学什么之前一定要想好是不是你真正想学的 如果不是你真正想做的事情的话 也许就坚持不下来了你知道吗 就比如说你让我去学数学那我肯定就根本就不想学 就是这个意思 向上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后梦想成真 然后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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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